直讓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 失驚無神說人家是黑社會 意思比較奇怪 順便用時事講英文 黑社會大家都知道 叫做Triads Tri是三角形Triangle 就是三樣東西 為何會Triads 我們以前是說天 地 人 三樣東西合起來 所謂Triads 通常有S 因為你不是只有一個 是一百一很多款 很多堂口 這個字主要是說中國華人 不合法的搞事組織 在美國曾經時事講Mafia Mafia當然大家也聽過 來自意大利西西里島 他們有組織的犯罪集團 家庭式的味道重很多 大家看過電影或者看一本書 The Godfather 教父 很家庭式的 但是在英國很少人說Mafia 他當然知道這個字 但是少是因為這一款不是那麼進入英國的生活社會等等 他們一般叫做Gangland 一些黨派生事的 黃賭毒做了的 他們一般也多說 Organized Crimes Organized Crime Organized Crime Organized Crime 都是有組織犯罪 香港警方沒有這一類的特別的分組 在美國現在因為 The Triads很中文 就是華人 Mafia很太過意大利 Gangster好像不夠重頭 Organized Crime 聽起來好像很官式 很官僚 美國人隨口說 The Mob Mob本來就是一幫暴民 亂來暴徒 亦有一個用法 How to place the Mob 這個Mob不是說暴徒 而是說凡人 街坊很粗糙不懂事的平民 但是最新的一個解法 如果有人說 He is a member of the Mob 就是他那邊黑社會的一份子 而是說直揚特首 在用黑社會這些字眼 當然是失禮失態 直揚特首直揚 英文就是Sunset 我們中文這樣用 都是用來抄英文的 特首又在用過爛仔這兩個字 英文叫什麼呢 爛仔通常都是叫Thug 但是感覺上 英文沒有中文那麼粗暴 爸爸也會罵兒子 Stop playing thugs 或者I cannot accept your thuggish behavior 劉文的感覺是劉文多過爛仔 你說劉文跟爛仔一樣 劉文好像斯文那麼多 用字上的精髓其實都差不多了 另一個說法就是叫人做Such a Goon Goons Goons是美式英語來的 一般的解法都是 他那些隨從打手的意思 但是要小心 在美國是這樣的意思 在英國 Goon這個字一般是說人家 就是蠢頓 亦都說愚蠢 是這樣的意思 未至於去到打手的程度 這個字不是那麼常用的 所以也要小心 這個字熟悉了吧 是不是聽過呢 就是一些生事的亂來的 小小的報紋 但也不是很報 因為報紋通常就是 很肢體碰撞 流血 他未至於Hooligans 在哪裡聽得多呢 就是西方 歐洲的足球比賽 球迷騷亂 那些騷亂的球迷 就叫做Hooligans 不是只是說足球的 但是很多時候用在足球 掃亂的方面 說那些人是生事的人 生事之徒 Hooligans 最後說這個字 Ruffians 就真的是暴徒了 Ruffians 暴徒就是搶東西 燒東西 打爛東西 去偷東西 撻東西 那種暴徒 包括殺人放火那種 在六四的時候 曾經新華社中文用暴徒 英文就說那些天安門上 或者周圍的人 都是很多的Ruffians OK 那這些生字 就真的要自己記了 Fuck Gun Hooligans Ruffians 拜拜 拜拜